好多肉啊 我天 左手扁了 右手传 回头饭的男人最新感 大家我是阿敏 我又来了 海鲜美味又花渣 米子闹走大龙虾 吃子阿公渡感叹 阿米子想求个赞 开干 买龙鬼干什么 准备这五斤多的闹龙 这只还是动了 花了我1546 我的天啊 这一期我是拼了 先剪好动 老闆说要把这个磨碗弄 避免这个纤维流失 等下我们来见识一下 洛杉正面部 准备四个 五个大蒜 剁得越来越好 再切点小米的圈圈 这个有增加烂度 颜色也好看 再来点葱花 再切点生姜 切成果果 剪动完毕 可以一度蒸容了 你们看一下这个龙虾也好漂亮 比我的手都还粗啊 我之前都是澳洲龙虾 具体大的品种我就不晓得了 看这个爪子非常的大 这种我拍视频以来最贵的一期 希望这时候能把那成八十 这老口这部分 张帮的道士 坑坑坑坑坑坑的 摸得很有质感哈 这个爪子都处得很 估计里边的肉也不少哈 尾巴上的肉非常的厚实 非常的Q弹 看这个眼睛就跟火的一样哈 上次那个小母龙 在他面前就是我弟弟 尤其是我妹妹 好 点火哦 要得很干 烧油 五成油碗下蒜姆 炒香后倒入蠔油 生抽 白糖 盐巴 鸡精 炒香气锅备用 锅里要放尿哈 这个我们还是试一下 放不放水啊 有点过分哈 摘下头 拿水 呀 虾先嘴咯 哈哈 先把尾巴拽下来 你们看呀有好多肉啊 我那天啊太饱满了吧 先把头破开 这个是虾的哈 具体非常有营养 把内藏处理哈 先把爪子剁下来 在我钳子里边的肉也非常的饱满 去掉虾塞 剁成小块 再掉虾尾 去掉这个肉 虾肉改了刀 这个肉好肥美哦 我天啊 改成小鲲鲲 盘底铺着我最喜欢的粉丝 放入虾肉 虾头的放进去 放入蒜蓉 再来点粉丝 阿公最喜欢粉丝了 粉丝不够再来点儿 我们都喜欢粉丝 你懂啥 放入虾头虾尾 造型就是那么个造型 搞这个龙虾阿公定制的整体 水开上龙虾 大火半到十分钟 时间到了哦 这个颜色好漂亮 我的天啊 取下盖子 来点小米辣 来点姜可可 放点小葱 九层油温 淋油 开开还原 蒜蓉澳洲大龙虾送给大家 我后几点皮问你们要个小红星 你们会冰吗 谢谢大家 来哇哇请哦 下得开干 来嘛 来嘛 一坨五十 吃一坨五十 吃一坨五十 我的天 我又非常紧张啊 今天上次吃了一个波龙一样的 但是这个清闲的吃起来更麻烦 哇 这个吃一口鸡虾会也少对 是不是小龙虾那个 没讲啊 上后那个波龙虾小龙虾的妈 这个会有一个小龙虾的外婆 哎呀好肥 我的天啊 太爽了 太爽了 这位同学没想到我 我还吃的那种外婆龙虾 外婆龙虾 哈哈 一口哈喲 一口哈喲 这趁这身体嫩了 把这个好东西全部吃一遍啊 来 鸡子给我大了一口啊 哇 嗯 好多肉啊 我的天啊 这开了就别丢了 把装饭到箱里 哈哈哈哈 干啥啊 哈喲 大口吃小子好爽啊 嗯 我真是丢 你也爽得好 来吧 来试哈 这个睫毛酱油 嗯 哈哈哈哈 又不是 有点像 瞧这锅睫毛酱油啊 这个 这锅签子得要用签子来收拾来哈 手扑不开啊 大家还有啥子想看的 想吃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哈 好 我们找咯 咯咯 这锅虾都吃完以后 以后吃小龙虾就不香咯 我肯定没够你钱了 剩下的我们就交给小米来了啊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想办法要享福农车